好 那个给大家介绍完了美中的一些商品呢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字幕看到了这个普利卡 辣咖啡 这是一款怎么样的咖啡呢 让我们这个进入一段视频 这边是呆凰书 杉姆纳 productlos 中产使用的货币 一张咖啡发生的作业主席 这里有多数十亿发生的工作 她们们与传续存在游业 把亚远秀出现了 北京都会 наз光在这段时间 每个地方都需要只要白亚 我的天啊 她们记得了 7-8-5- enjoyed dude i 我們400 我覺得 到了 我們 性還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的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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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不太能吃 要有更多的料理 請你吃咖啡的筆筆 筆筆筆 請請 服務所 von食品牙, 低肘, 水果, con水果, 白水果 香等 我们将简直在天安酷中的顺便 便宜得了这些伙伴 我们看出的品牙, 将有一定表演。 更多的是演讲的 能配合合作者。 保持先起来, 让我们使用更多的 diesmal 和团队方便宜得更多的年华 和面欲的星期间加受优 são各国的某 大约亦的品牙 在新導人說要做了 你會做了 你會做好了 幾位 你會做了 啦 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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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 好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于我们泰国的普利卡辣咖啡 普利卡辣咖啡刚才视频里也有讲的是这个辣 为什么会是有辣咖啡呢 我们也是不远千里请到了我们泰国的这个厂家 也是我们普利卡辣咖啡的创始人 同时呢 他也是泰国知名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 我们有请他来到了现场来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款咖啡有什么不同呢 好 来 我们大家以热量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来自泰国的朋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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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好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泰国的这个辣咖啡的创始人呢 他是我们泰国知名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其实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撒森马 就是因为为什么他这个是电台主持人 他又做了这款咖啡呢 然后为什么还是一款辣咖啡呢 还有辣椒素的咖啡 同时他这款咖啡与其他咖啡的区别在哪呢 然后我们来有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之前有点想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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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现在想说做咖啡呢 然后为什么要填银色的咖啡呢 我为什么要填银色的咖啡呢 我现在想说一下咖啡呢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咖啡呢 我叫做咖啡的咖啡呢 我就是咖啡的咖啡呢 我之前做咖啡的咖啡呢 我做了一些咖啡的咖啡呢 我做了十六年了 以前他也是做新闻媒体的 做了有十六年了 在这个新闻媒体上呢 做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问为什么要填银色的咖啡呢 其实我认为我们想要填银色的咖啡 我就知道咖啡有那些贤的咖啡呢 我们就知道咖啡很酷 在这些人里面的咖啡呢 我们也想要填银色 放 mehrere大箱 啊 你还知道咖啡很多东西 但咖啡也没有任何简单 在咖啡呢 所以咖啡是这些咖啡 很多金养音乐 但我们需要向咖啡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媒体工作呢 其中有一天突然想起来呢 就是说他要做一件比较有意的事情 就想到了就是做咖啡 因为他知道呢 做咖啡呢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饮料 第一大的是水 第二大的就是那个咖啡 要做出与众不同的那种咖啡 因为一般性以前呢 都是要素融咖啡啊 系统咖啡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说他想起来呢 要做一种全世界与众不同的咖啡 ที่บอกว่าcafair in 1 ทุกวันนี้ มีรสชาติ ที่ไม่ได้มีอะไร แตกต่างมานานมากแล้ว ส่วนอย่างก็เป็น cafair cream น้ำตาล น้ม แค่นั้นเองไม่มีอะไร เพราะฉันรสชาติ ใหม่ ใหม่ ที่แตกต่าง มันยังไม่มี เราก็เลยคิดว่า 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สร้าง ที่คนทั่วโลก ยังไม่เคยมีใครรู้จักมาก่อน และรสชาติ ที่ว่ามันจะต้องมา พร้อมกับ benefit ด้วย คือคนจะต้องกิน แล้วรู้สึกว่า เฮ้ย มันมีอะไร เกิดขึ้นสักอย่าง หนึ่งในตัวเรา 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ง ทำให้ผู้ปริโภค ได้รับรู้ ได้ว่านี่คือ สินค้าไทย นั่นคือโจที่เราต้อง ตั้งเอาไว้ อย่างแรกเลย คือทำกาแฟที่ไม่เคยมีใครรู้จักมาก่อน ในโลกเลย โลกไม่เคยรู้จักเลย เราเรียกมันว่า iuGO คือเป็นนว��ปอตกรรมด้านรถชาติ อย่างที่สองก็คือ รถชาติที่มันต้องมาพร้อม BENEFFIC ด้วย คือไม่ใช่ว่ารถ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ก็ ต้อง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มีอะไรด้วย อันที่ 3 คือ 你必须让他们来评论 我们说customer experience 因为他们来评论 他们感觉不像一样的 最后 必须让他们来评论 明白吗 一般性的像素容咖啡 像二合一 三合一 全世界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当时他曾经想到过 他要做一种咖啡 就是全世界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以后也很少会有人再做这种咖啡的 所以说他结合了泰国的那种特产 因为在泰国一提到泰国的那种饮料 大家首先会想到以蜡为主的 所以说他想到 就是说把一种蜡就掺在其中的 因为泰国的这种饮料 就是说很多的就是掺杂的一种蜡味在其中的 大家做到 一就是说以后不太有人做 二就是说做了以后 对各位的身体 带有健康的一种饮料 所以说他做出了这种蜡咖啡 然后在这种蜡咖啡之后 所以说他说他在这种蜡咖啡之后 他想到这种蜡咖啡之后 他说他有锅咖啡之后 这种蜡咖啡之后 但是他有三种蜡咖啡之后 就是盛装鱼 然后让人们感觉很感激,让人们感激,让人感激,让人感激 简单的那种放的那种辣椒 提德纳是泰国的小辣椒 泰国饮食当中最普遍 最流行用的那种辣椒 叫小辣椒来的 它从里面提取精华 然后掺杂在这个咖啡里面 让大家喝了以后 感觉一方面就感到温暖 而来感到周深的 就是热血沸腾 感到语众不同那种感觉 它说中文就是叫做辣咖啡来的 让大家感受到泰国的一种文化 然后菲契书呢 它们有个参与咖啡酸 所以咖啡酸酸 它们有很多用途 通过的关键 它们会有很多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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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辣咖啡呢 对人体有些什么样的益处呢 首先呢我们喝了以后呢 感觉到呢胃呢是暖暖的 让身体呢就是觉得 周生人的血液流畅的更加快 就是促进了新陈代谢 让我们呢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像刚刚跑完步了以后呢 出了一点的暗的那种感觉 尤其像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冬天呢 就喝的是最好的 就是促进新陈代谢 让你浑身上下感到一种 暖暖的感觉 热血沸腾 OK นี่ก่อน แล้วก็เป็น咖啡 ที่เรานำ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ทยแท้ ที่มาใส่ใน咖啡ชนิดนี้ 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ริกี้หนู 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หัวใจ 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ไทย เป็นสัญญาค 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ม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กิน 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เรา แล้ววันนี้เราได้ เอาสิ่งที่ 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 หัวใจ 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ไทย ใส่เข้าไป ใน咖啡ชนิดนี้ค่ะ ที่ของเพิงกับантตาย direkt ส debidoุธิจ t yup вид 通过刚才萨西莫的这个介绍呢 我知道了 我现在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暖胃神器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喝了一杯 我感觉我全身热乎乎的感觉 也知道了这一款 还有我们泰国的这款辣椒素的咖啡呢 它是这个 你喝到这里是没有这个希腊的感觉 而且是什么 它这个可以加快我们 促进我们这个新陈代谢 但是呢在刚才的这个片子里 大家也有看到 就是说我们这款咖啡 很多泰国朋友也在讲 它为什么被 这个誉为总理咖啡呢 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 撒生吗 他没听门开呢 可列我呢 哥拉咖啡呢 拿用呢 仍然呢 咖啡 呢 仍然说话 我们可以得拉 勒给本货带 本货带 从货带的货带 就会来得拉 勒给本货带 给本货带 自从他的这个咖啡投入生产以后呢 曾经呢在那个展会上呢 给泰国总理的现场冲咖啡 让他亲自品尝 泰国总理品尝了以后呢 都表扬了这个咖啡的非常好吃 请泰国的政府的高官的每一个人呢 都品尝过的 所以说呢 不管是在电视上在网上 在全泰国现在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说泰国人把它叫做总理咖啡来的 好的 谢谢萨西玛 那我再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泰国 这么多人都在引用我们这款这个辣咖啡 那么他在泰国都得到了哪些奖项呢 也欢迎他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款泰国普利卡辣咖啡 在泰国获得了哪些奖项 我们再问一下哪些奖项呢 这个是当年呢 他把这个辣咖啡呢 带到的瑞士苏黎市 日内瓦 去参展的时候呢 得到的那个金奖 作为他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金奖来的 它这奖项呢 作为了一个的非常有名的叫做一个的发明奖 能得到的这个金奖是非常难得 非常的不容易的 第几天 然后还有一个有环荣来 EL 我向你答應了 我會選擇了一下 IFIA IFIA是一個 社會主義的世界上 我會看看 我選擇了一下 IFIA 它選擇了我們 Thai Pharmacist Innovator of World's First Spicy Coffee 這是台風評審的泰國人 最初的世界的世界上 是一個世界上的世界 这个的奖状呢 是泰国的第一次在世界上得到的一个金奖 就是蜡咖啡的这个金奖 无论从网上或者是世界上的那个电视上 您都可以的看得到或者收得到有关这个得奖的这个金牌来的 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是泰国第一次得到的这种金奖 这个呢 就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得到它的金奖了以后 它这是证书来的 这个是证书 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呢 是它的专利在泰国的专利注册来的 就是说其他家呢 是不能做的 在全泰国甚至全世界 只有它这一家呢 能够生产 真的是很多钱 这样 ts ta 来又有一个来的 Aqui 像这一家呢 全世界上呢 有很多的那种证书呢 这这里呢 不一一列举了 比方说呢 像泰国有关的农业部的那种证书啊 或者是注册证明啊等等 等等等等呢 等的呢 这个呢 还要有很多的那种证书呢 认为在的呢 不一一列举了 比方说呢 像 在这里我不一列举的 等于说它的所有的手续 都是合法齐全的 在泰国是唯一的一个生产厂家来的 在2017年亚洲食品展上 也曾经得到过金奖 它也去参展过了 很多奖状呢 很多奖品呢 它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这里呢 它就想表达了 它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能够保证质量 而且呢 对人体呢 有益的 这些是咖啡 我们剩下的 所以让Pinong Chaujin 得分较与其他人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 然后跟着 它们会变化 那它们说咖啡是这 它们变化了 因为咖啡是这 咖啡是这 咖啡是这 但咖啡是这 咖啡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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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座的各位的国人 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这边 能够亲自品尝一下 来自于泰国的 与众不同的辣咖啡 它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希望各位能上来呢 亲自品尝一下 好的 这个Sasima 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泰国这款 普丽卡辣咖啡 在泰国获得了众多的奖项 也是现在被我们泰国的 很多人们所知晓 那相信我们这个普丽卡辣咖啡呢 这个也想我们在中国 也是想得到这个很多朋友 也是希望肯定想品尝到这款的话呢 那么呢 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Sasima 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现场体验互动的游戏 所以现场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啊 谢谢 真的 自然而言 ก็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ของคนไทย ที่วันนี้ได้มา ที่งาน Alibaba แห่งนี้ ดีใจมาก ๆ นะคะ ก็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เชิญ ชวน พี่น้องคนจีน ว่า นี่คือ หัวใจสำคัญ ของ อาหารไทย อย่างหนึ่ง นั่นคือ PIKIKINU ซึ่งวันนี้ มันมาอยู่ในกาแฟแล้ว อยากให้พี่น้องคนจีน ซึ่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บ ญาติพี่เมืองน้อง คนไทย นี่แหละ 在中国的中国人展示一下泰国的魅力 就是辣咖啡 让人家感受到 就是与众不同的泰国的热情 好的 接下来因为我们厂家 也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由他来现场跟我们互动 抖音的一些 关于我们普里卡辣咖啡的一些 也欢迎我们远到阿莱的嘉宾 我们一起askin ent禳的 也会出ater的 我的 Delta 手就是 这个 来 他的 ident 现着 蝉蝉 conos meters 他一个 revived defeated 就知道以前他们感觉 这位从泰国 专门跳泰国土蜂舞的老师 他会合medipeople 就是在这边表演一下 泰国的有关的土风舞 有关的抖音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来一起跟他互动来的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地了解 我们这位老师呢 他在泰国也是与非常多的一线明星来进行合作的 所以今天现场的各位朋友 能够在我们这边看到他的表演 可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来教大家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舞蹈呢 然后呢 在这一边啊 我们老师呢 他也是带来了一个挑战 要邀请咱们中国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一下的这一个挑战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一个TikTok的挑战 那您可以打开抖音拍摄接下来的视频 所有拍摄视频的朋友呢 稍后都可以在新大东的展位当中 来领取到为您准备的一份精美的礼物 同时您记得在您的这个小视频发送的同时呢 在文字当中编辑 锦号 普利咖 辣咖啡 然后TikTok挑战 这一些字样 那您就可以在我们稍后啊 凭借您的这一个发送的截图 领取到我们的这一份礼物 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普利咖 辣咖啡的字样 已经在这一边了 记得编辑您的文字 锦号 锦字号 加上普利咖喇咖啡TikTok挑战 然后拍摄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发送到抖音 就可以稍后在我们的新大东展台领取到一份礼物 接下来的时间老师要到这个教学的时间了 这样子我们先邀请现场邀请三位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学习环节 我们也是给他准备了一些礼物 好 来 有没有资格奋勇的 想要来学习一下来感受一下刚才 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舞蹈 好 来 我们来找一下现场的观众 我们来邀请几位 哇 好 这个我们这一边这位男生的一位上来了 是新大东的我们的一位朋友 好 来 第二位男生也上来了 难道这是一场男生的专场吗 来 那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我们再邀请一位 好 来 我们欢迎这一位 好 三位 那三位之前有没有学过 有没有舞蹈基础啊 没有 看到我们那边新大东的同事啊 这个摇头摇得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是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 那刚才几位也都在现场看到 我们老师的这个 他在现场为大家展示的这段舞蹈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 可以把包包线放在旁边 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忙一起看管一下的 好 那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展示的啊 这是每一位来参与这一个舞蹈学习的朋友呢 都会得到的我们这一份礼物 好 还有一件非常棒的定制款的T恤 狐狸卡拉咖啡 看着这个T恤都觉得非常的暖胃 是不是 好 来 谢谢 谢谢我们的展示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请老师来带给我们后面的同学 一些这些动作的教学 我们的手 我们注意呢 看他的手 三个手指向上 这个的动作表示呢 就是比较辣 手 手向里 好 慢慢来 慢慢来 The first step OK 那第一 Spicy 辣 Spicy 拼 eleven Coff set Coff Pr Sach 冷静 Coff Pika Pika OK,And shake,Pull up,1,2,3,4,And,5,6,7,8,And,6,8,and again,OK,And,3,4,5,6,7,8,OK,6,8,And,8, 最后一个动作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Savadika的动作 再试一遍吧 我们再来一遍 Prika Spicy Coffee P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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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好 Pika 最后 1 8 再来 1 2 2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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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位先生永远把最后一个动作都忘了记得哈 好 我们学习的怎么样了 有信心来挑战了吗 怎么样 Good 那我们老师等一下会带着大家一起一起来跳 一起来跳 一起来跳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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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等一下呢我们在现场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三位哪一位会比较厉害的大家都是没有舞蹈基础然后呢也都是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老师教了两遍看他们哪一位会学的比较的棒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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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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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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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8 9 9 来 往后一步 好 来 和我们分享一下感觉怎么样 这咖啡有点刺激 有点辣 有点辣 你平时吃辣吗 吃的比较少 吃的比较少 所以说您觉得它还是挺辣的是不是 挺微辣 有点微辣 有点微辣是不是 好 来 我们这一位先生您觉得呢 有点挑战的那种感觉 刺激喉咙 不错 那您觉得这个和平时我们经常喝的咖啡 有什么样的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就比较刺激 就比较刺激 就感觉 入口的感觉 就可能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好 我们这一位新大东的同事啊 这个有一种黄泊卖瓜 自卖自夸的感觉 不过呢 在这边你也可以把你真实的想法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了 这个咖啡就是喝起来 刚开始喝起来和一样 但是一入口入喉咙的时候就觉得很辣很暖 而且其实我们这是改进过的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辣 只是我们跟厂家协调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客户 然后改进了现在比较辣 而且非常合适 不是说之前的不太有味道 现在就很刺激 就很暖胃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入口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咖啡和其他的咖啡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的一个重点 辣 好 谢谢 谢谢三位 来 我们厂下休息一下 好 刚才呢看到我们现场啊 三位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挑战 那在这一边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们再邀请三位来挑战一下 好吗 有没有 来 我们再邀请三位 有没有自个奉勇的 哇 谢谢 太棒了 好 还有没有 我再还有两个名额 还有两个名额 好 欢迎您 是刚才一段非常有泰国风情的这样的一段舞蹈 Sawadika 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位了 欢迎 这位可爱的妹子 欢迎你 喝着我们的辣咖啡就上来了 好 来 我们往那边站一点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来 杯子给我好了 好 对 我们可以把随身的行李 先放在旁边 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大家看一下的 好 这个三位啊 我们看到了有不同年龄层的 三位以前喜欢跳舞吗 不会跳 zero 好 老师我们现在就已经教你们了 我们比零的时候可以这么比 这是我们Pricka的动作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老师会教大家这一些动作 然后我们跟着老师一起学习 最后完成这一支舞蹈好吗 好 第一个动作 好 第一个动作 Pricka Spice Coffee Coffee Pricka Pricka 欸 闪两下 哇 很香的味道 看他的手 看着他的手 看着他的手 看着他的脚 看着他的脚 是不是 好 学的怎么样 好 我们再学一遍好不好 再学习一遍 好 我们也请老师稍微慢一点点 Pricka Pricka 第一个动作 Spice 闻到了咖啡的辣味道 好 然后我们开始喝咖啡 Coffee Pricka Pricka 欸 香味慢慢的 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味蕾当中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啊 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地学习了 OK吗 OK 好 好 来呢 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来走一遍 那同时呢 也提醒一下现场的各位观众 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 然后来拍摄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视频 将您的视频发送至抖音平台 并且编辑文字 的锦号加上普利卡拉咖啡 TikTok挑战 就可以在新大东的展台当中 来获得我们为各位准备的礼物了 好了 各位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好 好 show time 从我们现场的观众呢 这样的一个反馈来看 也可以看得出 大家都觉得他们三位 非常的棒 刚才已经尝过了 是不是 好 那在这边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吗 您觉得刚才这个您 尝到的这个辣咖啡口感怎么样 一喝下去有点辣 然后觉得有点甜 有点辣 有点甜 有没有觉得暖味的感觉呢 有没有觉得胃部这个暖暖的 有的有的 觉得暖暖的是不是 好 我们这位女士刚才没有品尝对不对 咖啡啊 对 咖啡可以那个 洗醒嘛 对 可能刚才我们平时不怎么喝咖啡的 是不是 对 不太爱喝咖啡 但是没关系 也欢迎您稍后在我们的厂下 可以来品尝一下 好 我们这一位先生刚才喝到了我们的辣咖啡 感觉怎么样 感觉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的 从来没喝咖啡 好 从来没有喝过辣的咖啡啊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场的朋友 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都从来都没有喝过辣咖啡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把泰国这样一个 有着总理咖啡的 这样的一个称号的辣咖啡 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好 再次感谢三位 我们送上礼物 好 请老师送上礼物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我们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好 那刚才呢 在现场 我们给大家展示咯 我们的这个 普利卡辣咖啡 TikTok挑战 就可以稍后 在我们的新大东展台 领取到一份非常棒的礼物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分享内容 要带给各位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厂下 继续的来品尝 刚才为各位介绍的这一款辣咖啡 好 我们把舞台的时间继续交给我们的方总 有请 好来 谢谢 刚才我们美女主持也讲了 凡是刚才在有拍摄我们这个抖音 上传到抖音那个舞蹈的 都可以前往我们新大东的展台 也在本馆是在二号门和三号门的中间位置 新大东的展馆前去领取奖品 领取我们的小礼物 好 那我们再 这个把辣咖啡的这个大概的情况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泰国普利卡的一个陈列 这个是我们的创始人 然后是普利卡拉咖啡的创始人 在泰国的一些宣传 好 我们这款泰国的普利卡拉咖啡 是泰国的发明专利 同时被我们的巴育总理 所推荐的这个内阁专用的咖啡 所以叫总理咖啡 那么它这个拉呢 是采用了我们泰国特产的鸟眼辣椒 刚才现场的朋友们说有喝到这个 以后啊这个有嗓子有点辣辣的感觉 虽然它辣 但是呢它不刺激肠胃 因为刚才说了胃暖暖的嘛 所以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来上这一杯普利卡拉咖啡 相信我们全身都有温暖的感觉 也是这个低卡路里的这个一款咖啡饮品 这个也有我们刚才 创始人萨西马已经给我们介绍了 获得了泰国日内瓦第46届国际发明展的金奖 我们刚才的这个辣咖啡的这个品尝环节 谢谢大家